花鱼们大家好,我是丰盖花卉 仙克莱,也有人叫仙赫莱 它的别名还叫兔子花,萝卜海糖等 它是一款特别适合窗台和阳台养殖的花卉 它行冷派热,特别适合它生长的温度是15度到28度之间 到了每年的秋、冬、春这三个季节,就是它的花期 在这段时间之内,它的花期长,花量大,深受花鱼的喜爱 特别是到了秋天以后,就是入手仙克莱的最好时机 在养殖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有 黄叶、烂叶、烂根、烂茎 再就是开的花比较小,或者是花间也比较短 经常发现它的花苞还在叶子下面就开始开花了 接下来呢,我就讲一下仙克莱,日常的养护方法,以及注意事项 仙克莱是球茎根,它的根茎跟萝卜差不多,含水量特别的高 栽培使用的土壤,一定要疏松、透气,不能板结,也不能积水 可以用釜叶土、松粘土,或者是泥碳土,都是可以的 平时摆放的位置,一定要通风透气 在秋、冬、春这三个季节,光照一定要充足 引起仙克莱种球腐烂、黄叶的原因 主要是浇水过多过勤,通风不好 如果是实在把握不好浇水的时间,可以看一下它的叶片 当发现它的叶片像这种发软、打粘时,它浇水也是来得及的 如果平时总是遵循健康监视的浇水原则 那么它的种球就不容易腐烂 有的怀有就是因为太喜欢它了 当买回来以后,就总是怕它缺水 有事没事,总想给它浇一点水 最后就会导致盆土的含水量过大 造成土壤里缺氧,毛细根就会逐渐腐烂 当它的毛细干腐烂以后,不管是盆土是干还是湿,它的叶片就表现为发软、打粘 当你发现它的叶片下垂以后,就会认为它又是缺水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越浇水它的叶片越不精神 越不精神呢,就越浇水 最后当你发现它的种球都已经开始腐烂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想要避免它的种球腐烂,不管是买来的也好,还是自己种植的也好 最好是让它的种球有一部分露在外面 不要让盆土把种球完全的盖住 如果是刚刚买来的,就需要检查一下 要是发现种球没有露出来,就可以用铲子给它铲一下 总的来说,想要避免种球腐烂 首先呢,通风要好 再一个是,浇水不要过多过勤 可以等它的叶片发软了,可以再次浇水 再就是,一定要让它的种球露出盆土的表面 有的时候就是那么奇怪 想要故意播种的时候,它又不出芽 而有的时候,在不经意间,自己掉落的种子才又自己发芽了 比如这一棵小苗,还有这一棵小苗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间掉落的种子自己发芽的 先看来的小苗平时的施肥,可以用花刀刀一号 大概每10天使用一次就可以了 到了秋季的花芽翻华期,可以用花刀刀一号和花刀刀二号 轮流交替食用 也是每隔10天的时间使用一次 在它的整个花期都可以这样施肥 因为花刀刀一号是蛋磷甲比较均衡的肥料 而花刀刀二号磷甲肥的比例含量也比较高一点 如果是这两种肥料轮流交替食用 那么就可以满足它的生长和开花的需求 在施肥的时候,最好是采用喷浸的方法 千万不要浇到它的叶片或者是肿球上面 再就是平时,最好要把花盆的底部给它垫高 让盆底的透气孔跟花盆的表面形成对流 这样就会增加盆土的透气性 盆土的干湿循环速度也会加快,避免肿球的腐辣 再就是,如果养殖的时间久了没有换过盆土的 也可以沉着这个时间给它换一下盆土 先看来花盆最佳的时间,一个是秋天,另外一个就是穿天 在换盆的时候需要保留忽心土 千万不要给它裸干换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就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十分感谢,欢迎你们的频道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